4月才开始接触心灵法门 怎么说呢 其实我是一个狐神论者 我还没有接触心灵法门之前 我是个狐神论者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啊 有神的存在 那么呢 在这个4月份的时候呢 怎么说呢 其实我本身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皮肤病 我的皮肤病呢 困扰着我差不多有20年了 然后呢 我的皮肤病一直都是靠吃药啊 来控制的 然后呢 在去年的11月 我妹妹呢 她是住在美国的 然后呢 她就跟我说 姐姐 我跟你说有个东西 有一个 有一个法门可以帮你 就是心灵法门 就给我看颅台讲的那些 video啦 什么什么 youtube的 但是呢 我从来都不把它放在信上 因为我觉得 不会的啦 我不相信的 我觉得还是靠我的药 就是帮我 但是今年4月的时候呢 我不懂为什么 我的皮肤呢 一下子 发的不可收拾 甚至连药也不能帮助我 然后呢 我就 然后我就去看GP GP呢 他就跟我 跟我做了全身检查 甚至把我 send去那个 砖科 跟我做了血液的 那个血液的检查 什么都检查了 但是都查不出原因 然后怎么办呢 药又不可以帮我 GP又帮不了我 没有人可以帮我 我几乎走到 是崩溃的 那个边缘 然后人呢 是很 很奇怪的一个生物 怎么说呢 你 当你没有东西 可以帮你的时候呢 你只能求神 我当时会想到神 我本来是个狐神论者 但是我想到神 后来呢 我就 我就跟我 我的 我就想到 诶 心灵法 我从来没有看过 如台长的东西 我妹妹先给我 我也没有看过 然后话说回来 去年的十一月 我在美国 见我的妹妹 然后呢 我很记得 当时在餐桌上 有鱼啊 有肉 但是我妹妹还是吃素 然后我妹妹就跟我说 姐姐 我跟你说 你的皮肤病 你一定要 一定要吃素的 你不能再吃肉了 然后我就很认真 跟我妹妹说 我说 凡是在餐桌上 能吃的东西 我都吃 你不要再跟我说 吃素的问题 你再说 我就 以后不来美国 然后我很反感 从此之后 她也不再提起了 OK 又跑回来 这个十月份了 然后我就给她打电话 我说 妹妹 我看我要 我要 我说妹妹 我看我 我要给我自己一个机会 去接触心灵法门 因为我自己 本身 我是这样想的 我觉得 如果心灵法门能帮助到我的话 那是我的福气 如果她帮不了我 我也没有损失什么 我只是花了几个月去研究她 去了解她而已 我没有损失什么 这个 更何况 这个时候是没有人可以帮到我的 后来我妹妹就说 姐姐我跟你讲 我联络到一个心灵法门的一个负责人 你打电话给她好吗 然后我就 我就打电话给她 当时跟我联络的人是 Danny 然后我就跟Danny说 我从来没有看过Danny的 我在电话跟Danny说 Danny啊 哎呀我有皮肤病了 不懂怎么办 都都都都跟我的二十多年 都是靠吃药的 然后你懂Danny怎么跟我说吗 黎明啊 皮肤病在心灵法门来说 都是小菜一碟 我在想 小菜一碟 我那时是在 我心里还想 小菜一碟 怎么可能 二十多年 不过 我尊重 因为Danny说 一定可以的 我就一定要有信心了 对吧 当然开始 也不能说一百八千信心的 只是让自己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这个信心要慢慢建立起来了 后来我很清楚Danny跟我说 黎明啊 明天呢 我就把经文啊 小房子啊 白话佛法 我都寄给你好吗 然后我说好 谢谢你 非常感恩了 谢谢你 然后Danny 我相信你们没有 之前没有看过Danny 都听到他声音 对不对 他声音非常好听 对不对 我很喜欢听Danny的声音 我也是 然后看了真人之后 更亲切对不对 大学了 OK 话说回来 当天晚上 晚上 不是Danny不是跟我说 他会寄那种佛书给我吗 当天晚上 因为我明天没有上班嘛 我很清楚的记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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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 我看时间嘛 哎 三点半 怪不得我那么累 我要睡觉了 三点半 我要睡觉 然后我就把我的电话放在旁边 我就跑去睡觉 怎么知道我睡着之后呢 一直以来找我的那个黑影又出现了 怎么说呢 原来在我从马来西亚到现在呢 我有一个黑影一直时不时在我的梦里面出现 已经有出现过四次 第五次的时候 他每一次出现就好像我们所说的北鬼亚 北鬼亚 那么第四次他出现的时候呢 我在我的意识中我就跟我自己说 好 每一次你来 我都会让自己醒来的 我就让自己 这次不行 看有什么感觉 我真的不行 怎么 原来我一步行的时候 是从我的脚趾开始发麻 到我的腰部 哇 我吓到要命 后来我就想不可以 这不是开玩笑 那我就飞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自己弄醒 醒来之后呢 整个人就吓死了 后来 我就是有这么一件事情哈 ok 话说回来 当天晚上不是睡着了吗 睡着之后呢 我突然感觉到 我是这样睡的 我感觉到那个黑影过来 平时那个黑影不出话 不说话的 好 不说话 但是那天他躲过来 跑过来 我知道他来了 我就准备